通过输出的文件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CSS文件它的格式是这个样子的 选择器后边跟一个花括号的开始 那么接着是我们每一行是一个属性的设定 接着最后在最后一行属性的后边会跟一个花括号的结束 这个不是我们平时在开发时所经常使用的样式 那么实际上SaaS它的输出的时候会有很多种格式 有扩展的有嵌入的有压缩的 当然在官网上一共提供了四种 那么我们常用的是Expanded扩展的 我们可以将它改成扩展的 那么我接着选这种文件Settings 好找到我们刚才设置的这个SCSS视频项 双击它我们要去对它进行一下编辑 我们选择arguments这一列这一行的输入框 在最前面加一个两个中华线 Style空格 Expanded的空格 OK OK 点Apply 再点击OK 好 这个时候我们重新生成一下这个CSS文件 我再加一个属性 height upx 我可以保存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看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经常看到的 CSS文件的样式了 那么如果说我们要编译出的CSS件是我们的发布版 那我们可以将这个Style改为 改为压缩版了 在这我们可以修改为CAMPressed 点击OK Apply OK 好 我们再重新变异 好 在这我加一个背景色 Background Red OK 那么现在它就是一个压缩版的CSS文件 好 我们把它恢复为Expanded 接着就开始我们的SaaS语法的学习 将这个改成 Expanded OK Apply OK 好 测试一下我们的改变 OK 接着咱们开始SaaS语法的学习 接着我们来逐个的来学习SaaS的一些常用的语法 首先我们来看SaaS里边的变量 那么我新建一个文件 在SaaS下新建一个文件 命名为00var.scss 为了避免被干扰 我们将之前的几个文件给删掉 OK 在SaaS里定义变量 使用$接着跟一个变量的名字 比如说现在我想定义一个表示大多数元素字体的变量 那么我可以用$fnts 冒号 会不会跟上变量值20px 好 那我们就看到了SaaS定义变量 那么接着咱们看 这个变量在变易到CSS中它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空的文件 为什么是空的文件呢 原因是因为在CSS中是不允许有变量被定义的 所以我们的SaaS这个变量是不会被编译到CSS文件中的 可是如果我们将这个变量使用到我们的某个元素上 比如说 FontSize 使用变量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变量所表示的那个值编译到我们的CSS文件中 这就是SaaS变量的定义 好 我们继续看欠套 那么什么是欠套呢 通常情况下 如果我在页面上有这样的一个结构 我新建一个页面叫test 如果我在页面上有这样一个结构 一个DIV 它的类是box 那么它下面有个DIV 它的类是peak 它下面有个mg 它的src 我将它随便指定为一个1.gpg 好 那么如果我想定义 这样的一个元素的CSS样式 我们通常会在style标圈中这样写 htyle DIV box 一些样式 然后呢 box下的peak会有一些样式 然后box下的peak下的mg会有一些样式 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这么写可以精准的定位一些 标签可以使我们的CSS样式呢 能够有效写影响范围最小的去使用我们的一些标签的外貌 那么这样写呢有两点有坏处 第一 一旦我的元素定位的成绩非常深 那么我们这个选择器就有可能会非常的长 写起来非常的麻烦 第二点 第二点在我的这个选择器中是体现不出我们这个页面结构的 那我们sars呢就能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它怎么解决的呢 我新建一个文件 叫做01欠套 nested.scss ok 那么现在我在这个sars文件中 我想体现刚才我们那个页面结构可以怎么写呢 首先最外层有个box 那比如说我把这个box它的paddingLeft设为10个px paddingTop paddingTop设为10个px 好 那么接着我要在box里边定义picture这个类的样式 可以直接将第2peak选择器写到我的box 它的代码结构中 然后来定义它的padding是个px border bordrborder一个px实现solid ccc ok 那么在picture下 我们还有一个标签img 这个img我们可以定义宽 200px 好 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sars文件里边 完全把我们整个页面的结构体现了出来 并且书写非常简单 那么生成的css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跟我们刚才写的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这样呢 我们写起来简单 结构清晰 维护起来也就相对要容易一些 好 我们继续学习sars的下一个属性 导入 那么我们在书写css的时候 假设有一个样式 我们是非常常用的 并且可能在每个css中都要用到 但是这个共通的样式呢 它很有可能经常会变化 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呢 我们有两种解决办法 第一把这段代码在每个css中都摘略 那么这样写就有一个隐患是什么呢 一旦这个共通的css 它的属性发生了变化 那么每一段你所沾过的代码都要不改变 那么如果说我们用另一种方法去解决 把它做一个单独的css进行导入 无论是使用link标签还是使用atimport去导入这个css文件 都会增加我们css的请求次数 那么咱们用sars可以把这两者的缺点和优点都中和 中和之后结果就是 我可以既不增加请求次数 并且还可以只写一次代码 那么在多个地方都可以引用 这样就方便了我们的代码的维护和页面的执行的效率 那么我们看这个导入怎么写 首先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被导入的文件 那么在sars中被导入的文件 它都是以下滑线开头 比如说有一个common.scss 好 那么在common中呢 我可以写一些共通的样式 比如说清除一些默认的设定项 比如说ul li spam ablechair div 好在这里我清除它们的margin 以及piding OK爆出一下 那么细心的同学会发现 这个common.scss文件 它有什么特点 它的左边是没有箭头的 也就意味着这个sars文件 它是没有被编译的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在我们sars文件里边 反而是下滑线开头的文件 都会认为是一个将要被导入的文件 那么于是我们的编译器就不会将这种文件 给它编译成css 而是认为它是要被别人使用的 好那么接着咱们来新建一个02 import.scss OK那么在这个里边呢 我首先我要导入我们的common.scss 导入的话我们怎么使用呢 使用at import OK后面直接跟我们的名字模块名就行了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导入的时候 我既没写前边的下滑线 也没写后边的扩展名 也就是说我们在定义一个 以下滑线开头的文件时 实际上在相当于定义一个 名字叫做common的这样的一个sars模块 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被其他的文件所引用 好那么现在我们看 我们这个import打开它 它里边就有了我们的所有的common下的样式 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实现了导入 那么其实我们这样写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我们在common的scss文件中 书写了一些样式 而我们的编译器将这个这段代码 拷贝到我们的每个文件中 所以说它是不会增加我们的请求次数的 好这就是我们sars的导入 好这就是我们的新闻